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说它的repeater 其实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访问过的这个历史记录 无论是在站点地图里面 还是在这个代理它的这个历史记录里面 我们都可以选择点邮件 然后把它send to repeater 甚至是我们在这个intruder这里面的内容 其实也可以点邮件然后给它send to repeater 所以这些个它的这个portstreet 不同的这个模块 公文模块之间完全是可以信息互相打通的 一旦这个repeater发过来之后呢 这个请求过程发给这个repeater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repeater里面进行手动的 这个请求的重复提交 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下go 那么这个请求就会发给目标服器 目标服器接到这个请求就会给我一个响应 返回一个302 然后说这个location 从零项到这个index.php 表示我们身份认证登录这个成功了 好那么我们如果做这个安全检查呢 其实还可以在这里面再加一些个这个单页号啊 等等这个小括号啊 然后来做一个这种这个sicle注入的这种测试 如果这么修改之后 我再次提交 它又给我这个返回了一个这个302 但这次呢就冲击向到这个login了 然后可以再尝试另外一个这个位置 go 又给我进行冲击向 总之就是在不同的这个 这个变量位置 无论它是在头里面 还是在这个cookie里面 还是在这个body里面 凡是有变量的地方 我们其实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这个注入 然后根据服务器给我们返回的这个结果 来进行判断 说注入的这个代码 服务器是如何进行判断的 然后它判断的是否能体现出 它有存在某种漏洞 好那么这是这个repeater 最简单的使用方式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repeater的过程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请求呢 我们刚才发了几次请求 每次都变坏了一下这个参数的内容 那么这个请求的过程呢 我可以通过这些箭头来导回到 刚才的这些个 每一次请求的这个内容 可以这样进行一个快速的对比 就是我这次发的这样的字符 然后返回这样的内容 然后下一次这个发的是这样的 然后它返回是这样的内容 就这样可以这个快速的 导到我们想要看的这个具体内容 然后进行内容的比较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repeater这个界面 点右键 然后有这么多个选项可以操作 其实除了在repeater 在这个站点地图 或者是在这个proxy地址这里面 其实也都是有这个大量的 这个右键菜单可以进行选择的 我们现在在repeater里面呢 可以我们经常 我们看这一次请求啊 这一次请求我们发的是post的请求 post的请求所有的这个内容呢 是在这个body里面 这个数据部分是在body里面进行传输的 但是呢 有些个这个web application 如果说我们想测试一下 说这个put请求的内容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这个get请求 在url地址里面进行数据传输 看服务器是不是接受 这种这个请求方式 那么如果说你想做这种测试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点邮件 然后我change request method 就更改一下请求的方法 你这么点击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change 在这个post的请求改成这个get请求 而且把这个body里面的这个数据部分的内容 自动提换到这个url地址里面 user name等于admin password等于password等这样一个格式 然后这样替换完成之后呢 然后你再点go 看服务器对你这次请求 是不是做了不一样的一些个这个反馈响应 这次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是post的请求 post的请求 它会给我返回这个302重定向 然后现在我把它改成get的请求了 get的请求这个url通过这个 这个这个账号密码通过url进行创除呢 它就直接给我返回了一个200ok 这个200ok呢 告诉我说这个页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右边这个菜单来显示一下 甚至直接看它的这个web页面 账号密码 就直接给我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登录页面了 而没有进行成定向 直接把这个登录页面 给我返回回来了 好 那么这每一个菜单呢 这个每一个标签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返回了HTML的这个原始格式的数据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头部分 头部分是这些 然后下面是它的这个body 然后还可以以这个hex也就16进制的形式来进行显示这些内容 或者是以这个HTML这个圆码的形式 这样的话就不显示这个头的部分 是以HTML这个圆码的形式显示页面的内容 或者是把它这个页面的内容给它渲染一下 以这个最终用户看到的 近似于最终看到的这个视图来给显示出来 好 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发现你用get的请求和pose的请求 请求之后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它返回的这个应用程序对你的享用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是这个请求的这个方法 另外呢你还可以这个更改这个body的这个编码 然后还回到刚才这种pose的格式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选择说更改这个body的编码 通过另外一个这个编码的方式来进行这个name等于什么 然后这个rosername是什么 rosername是admin 然后password是什么 password是这个login等于什么 通过这种改变编码的方式再来尝试一下 我们会发现同样会给我们一个302重定项 重定项到这个index 身份认证也是成功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copy URL 然后或者把这个请求呢copy成一个这个CUR命令 copy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这就是一个CUR的这个指令 通过CUR我们也可以这个请求这个页面的内容 CUR是一个命令行的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自民一个命令行工具 那么它可以几乎发起所有的HTTP命令请求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根据服务器给我们的响应里面的内容来进行判断 所以这是命令行这个模式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把刚才那条命令输入进来 然后回车就会看到这个服务器给我们的响应 响应的内容呢就是302重定项 重定项了index表示我们登录已经成功了 所以这两种方式的这个访问方式呢 无非是一个用这个如果你用浏览器去访问的话 提交账号密码 那么其实提交的内容和我们用这个CUR来对web服务器提交这个请求内容 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说CUR的命令往往会很长 所以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呢 可以让我们把这个CUR命令的构造 变得这个过程变得这个轻松一点 另外除此之外呢 这个如果这是一个这个CSRF这个漏洞存在的这么一个页面呢 我们还可以在 如果我们怀疑它是一个存在CSRF漏洞的这么一个页面 我们还可以在右键点击说 这个engagement2 然后生成一个这个CSRF的这个POC代码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呢 把它保存下来存成一个文件 然后去双击 就可以在本地进行这个 用户数据的这种提交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点击在浏览器里 这个直接执行 然后 COPY这个URL地址 COPY这个URL地址之后 然后我可以把它拿到这个浏览器里进行访问 提交请求 通过这个按钮 这个请求就发出去了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内容 都把它给这个COPY COPY HTML COPY出来之后 然后通过这个一个稳稳编辑器 把它保存下来 放到桌面 这是1.html 这个里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CSRF这个POC呢 它里面就包含了这个用户名 用户名的内容 以及密码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生成一个本地的页面 然后通过点击这个页面呢 就可以完成这个账号登录 我把它放哪了 在这儿 1.html 就是我们双击它 那么就会打开这个这么一个按钮 然后我们点击它 这个时候它就会把账号密码 通过这个html文件的方式提交给这个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身份认证一通过 然后我们就登录进去了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在本地 以前在没有这个BURF Suite出现之前 我们更多的时候在利用这个CSRF漏洞的时候呢 都是通过这种方法 就是在本地写这么一个页面文件 然后把该要提交的内容都这个写进去 当然你可以通过这个BURF Suite 现在它已经把这个过程给我们大大的简化了 你可以通过它来构造这个请托的过程 另外呢 你其实完全也可以自己手动的来写这种 这个客户端的这种页面 然后通过它来提交数据给这个服务器 CSRF呢 就是在如果你这个页面 提交给一个这个web application的使用者 那么里面有一些个攻击性的 比如说要修改它的这个账号密码呢 他不知道 然后他就运行了这个页面 然后点了一下也没看出什么异常情况 然后就 但是他这个操作已经把密码改掉了 我们在这个攻击者呢 只要在本地稍微等待一会儿 然后估计他已经点了这个文件了 然后我们再用我们预先已经设置好的那个密码去登录 就可以直接用他的账号登录进这个web application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对客户端这块的一个 利用CSRF漏洞来进行攻击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就是什么 把波幅关掉了 我们全新启动一下 这个是还有几项目给大家说 稍等一下 我们把它启动起来 把这个repeater给它说完 对我来讲 稍等我重新登录一下 哦,又忘了,他已经把我们截断在这了 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刚才这个访问过程中的一个绘画过程 还是用这一页吧 然后把它点邮件,send to repeater 然后还可以对这个里面的内容来进行一些比如说编码 比如说这个password 这块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编码 我可以先圈选这个password的内容 然后来对它进行一个send to decode 将去对它进行一个编码 那么decode就涉及到下一个模块 我们先等会再说这个功能吧 另外说一下它的菜单 这个看似简单的这个repeater功能呢 repeater功能 那么它还有一个单独的菜单 这个菜单下呢 默认情况下是当你对这个内容进行了修改的话 它会把这个头长度来进行一个 这个content的内容长度来进行一个更改 自动的这个调成正确的值 然后这个有这种zip压缩的这个http 是有这个协议支持zip压缩的 那么一旦是有压缩的内容呢 它可以进行这个解压 解压之后然后看到里面的具体内容 然后下一个是关于这个充电像的 我们刚才尝试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输入一个错误的密码 访问它的时候 这个服务器会给我返回一个302充电像 把我充电像到这个login.php页面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因为默认我这个是否跟随这个充电像 我选择的是这个network 所以现在就停在这了 如果说我跟随这个充电像呢 可以点这个按钮 就被充电像到这个login这个页面 去放这个页面去了 当然这个 当然这个这个这个充电像呢 在我们做这个web渗透 漏洞挖掘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是不建议跟着它的这个充电像走的 因为它有可能跟我们充电像到好几 好几次充电像之后的一个地方去 这样会造成我们对提交的数据的这个返回结果 没有办法一个正常判断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选择never 当然这个你实具体情况 如果觉得是有必要 选择是这个 这个要跟着这个充电像走的话 就可以选择下面always或者是in stop 然后这个处理cookie in充电像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请求过程中里面 这个请求的代码里面 口里面是包含cookie sessioncookie的 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去做下一次请求 请求新的内容的时候 新的页面内容的时候呢 通过勾选这个 它会把这个cookie值也带过去 这样的话如果说服务器判断 你是已经经过身份认证的用户 它就会通过你的身份认证 好这个虽然这个repeater这块看似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这个repeater这个功能 其实说实话它应该是我个人使用这个work的时候使用最多的这么一个功能 虽然其他的功能都很自动化都很友好 但这个repeater呢 它却是在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界面下 可以完成我们手动的对这个目标web服务器的一个不断的重复性的这种探测 通过人工的来判断 你提交一个数据 然后目标服务器怎么样返回你这个数据 它是如何处理的 这样能够让我们最清晰最直接 单步的一步一步跟进的去观察web application它的一个反应 从而判断它是否存在漏洞 以及如何去利用这个漏洞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也是一个我们必须掌握的一个技能 这是这个repeater repeater说完之后呢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这个sequencer sequencer呢就是序列的意思 通常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去拿这个来说吧 我们在访问一个web application的时候呢 通过身份认证之后 通常web application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一个session cookie 一个session id 我们拿着这个session id 后续的所有的访问服务器 就会认为我们都是已经经过身份认证的用户了 所以就不再需要身份认证了 但是这个session id呢生成的这个原则 这个session id是基于什么生成的 是这个通常来说呢 这个web application的serv那边 服务器那边都会有一个这个伪随机数的算法 因为计算机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生成一个完全的随机数 所以它都是基于一些伪随机数的这个假的随机数的算法 来这个生成一些个看似随机的这么一些个字符 但如果说这个伪随机数算法选择的不好 它的强度不够 或者说这个session cookie 它完全就是基于一个有规律的一个变化 而生成的一串看似乱码的这么一堆字符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 就是攻击者他已经预判到下次我访问这个web application的时候 他会给我返回什么样的这个session id 甚至他可以这个预估判断出 预判出你的别人的这个账号 下次登入这个web application的时候 服务器会给他一个什么session id 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被预判到的话 那这个身份认证的安全性就完全没有办法保障了 因为他可以预判任何人 这个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什么地点 这个登入web application 会获得到什么样的这个session 那么他自然就可以伪造 伪装成这个其他人的身份 从而窃取别人的这个访问的那些资源的信息 所以这个buff suite呢 它功能非常全面 它也设计了说 这个buff suite 它可以帮我们来甄别一下 说你这个看似随机的这一串这个字符 是不是这个真的随机 它的这个随机性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会被这个很容易的就破解预判出来 所以这个功能就是关于它这个sequencer 这个功能模块它的这个作用 那么为了这个给大家演示这个功能呢 我们必须要先把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删掉 delayedhost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cookie信息先清除掉 所以我清除了之后让它重新生成cookie 我们才能够抓取它给我setcookie的那个过程 然后我才能基于这个setcookie 得到的这个cookie值来进行一个 这个序列的这个随机性随机安全性的这个判断 我先按一下这个F12把这个fairbug告出来 然后把现有的放在浏览器里的这个cookie的内容给它删掉 然后下次我再去访问这个站点的时候 让它再次重新给我setcookie生成cookie 然后我来把这个也删掉 然后我再次来访问http 192.168.1.115 访问这个网站 其实这个这个metasploitable这个web application呢 它是在我这个首次访问这个更入的时候 就已经给我setcookie了 我们来搜一下 我们来搜一下 setcookie 好 这是它setcookie的这一步 在响应字段 它给我setcookie 然后php sessionid等于它 pass等于它 大家注意这个cookie啊 这个 这个php sessionid这个cookie 它是这个 给你给我这个根目录这个路径的 而那个security等于high 这个是给的这个dwa这个目录的 好 然后我们拿到这个setcookie 这个请求过程这个响应包之后呢 然后就点邮件把它给发到这个sequencer 好 sequencer变红了 然后我们点击过去 在这里呢 因为这个有两个cookie 一个是security 一个是这个php sessionid 因为这个security呢 它是一个固定值 就是high或者是low 所以它不存在一个什么随机性的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php sessionid 这个cookie值 来进行一个判断 我们可以这个 如果说这个 这个sequencer 这个功能模块 它已经自动识别出这些个 cookie的这个名和值的话 如果已经识别出来 当然我们在这里直接就选择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它没有识别出来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个手动这个定制它的位置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这个手动定制 这个里面来选择这个随机数 也就是这个sessionid php sessionid这个随机值 把它选中之后呢 上面这个start这个表达式 和按的这个表达式 它会自动的 这个purposeit会自动的帮我们去填好 所以这我们不需要去改 我们只需要把要选的这个内容 给它选进来 就ok了 选中之后就ok 那么它就会 替我们生成这么一个表达式 基于这个表达式 就可以对它的这个随机性 来进行一个判断了 当然因为它现在已经 自动识别出来了 我们就用它识别出来的 这个就ok了 把这个都选中之后呢 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来点击 这个start level cap 这个点击这个命令按钮 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 不停的向服务器发请求 让服务器不断的产生新的这个 这个sessionid php sessionid 然后我收集大量的 几千个几万个sessionid 然后通过这些大量的收集下来的 这个sessionid 来判断它的随机性 看看是不是每隔几十次 它就重复了一下 然后是不是它的这个内容 是可以预判的等等 这样这个 多数税的 有内部的一个这个 判断机制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判断它的 这个随机性呢 就先选中 要判断哪个 sessionid的这个 这个名字 把它选中之后 然后点击这个start level cap 一旦点击之后 那么你就会发现 它不停的向服务器 在发起请求 然后不断的生成新的这个 sessionid 也就是所谓的token 当生成到足够量 你认为这个量已经足够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analyze 就对已经收集下来的 这几百几千个 这个sessionid值 来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它会 这个gorpswate呢 它会这个基于各种 国际的这个 密码方面的这些个 这个安全标准 来对这个飞机数算法 来进行一个这个衡量 比如说现在已经生成了 一千三百多个 我们可以把这些 已经生成的这个 这个sessionid呢 可以把它save下来 保存下来 比如说save tokens 可以保存成一个token 文件 然后保存到我们的 主目录下 然后 你可以在主目录下 token 把它打开 这就是它刚才通过 不断的请求 生产的这一千多个 这个token 然后它就是对这些个token 随机性 以及内容 是否是可以预判的 将一些个安全性特点 来进行分析 好 我们觉得这个 已经过了半天了 已经收集了两千多个 这个sessionid了 然后现在可以对它 进行分析了 这边可以继续进行收集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点这个 现在 对已经收到的这些 来进行一个分析 分析之后呢 它会生成一个报告 那么我们这个 只需要看它的这个报告 一个 overall的一个质量 就是随机性的一个质量 的一个评价结果 那么这个评价结果呢 说明 DWA这个web application 虽然有很多的漏洞 但是它的 sessionid 这块的一个随机性 还是excellent 就是很好很好 很好的这么一个效果 对它不存在一个这个 可以被预判的这么样一个 这个漏洞 然后它分析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 它是分成两大部分来进行分析的 一部分是基于字符层面 字符level 这个level 来进行分析 另外一部分呢 是基于web 也是beat 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 是在这个层面分析 然后这个 一个web呢 一个字节是八个web 然后基于web这个层面 来进行分析它的这个随机性 那么它具体分析的时候呢 这个会依据FIFS的这个相应的标准 FIFS呢 是这个叫做联邦联邦 美国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国家政府 采用的一个这个安全标准 它会在全世界各这个范围之内 去临选各种这个安全加密技术 主要是加密技术了 然后对各种加密技术的这个算法的安全性 来进行衡量 凡是被选中 包含在FIFS这个允许 这个这个标准允许范围之内的 这些个加密算法都被认为是 很有这个安全性的 就是加密强度是有保障的 因为这是美国政府 选用的这个安全加密算法 所以它的安全加密强度 都是非常的高的 它的这个分析的方法呢 也就是采用了FIFS相关的这些个 衡量和评价的标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FIFS 这个什么样满足FIFS 这个Path的这个标准 那么到这一条线就已经满足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DWA 它的这个Session ID呢 已经远远高出这个FIFS的标准 说明这方面随机性 Session cookie的这个随机性 它做的还是真的非常好 好这个分析的选项呢 这个分析的option也可以我们简单做一下这个 这个配置 但是基本上不用配 这个 你可以对这些个内容进行一下 这个BS64电码之后再分析 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然后现在已经收集到8000了 我们觉得已经足够了的话 就可以把它stop下来了 stop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对这8000多 8000个 这个 接近8000吧 接近8000个来进行一次 再一次完整的这个分析 我们还是会看到它的这个结果 仍然是excellent 非常好 然后字符层面的这个分析 也是都非常好 都是一片绿色 然后这个 这个位层面的也是非常好 当然有个别的这个一个值 两个值可能不太好 但整体都是符合标准的 它的这个随机性能都是非常好 好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sequencer 这个功能它的使用 那么这个功能呢 在我们测试web application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 一个部分 看看有没有被遗漏掉的 sequencer 看来没有 然后最后一块这个功能模块呢 就是这个编码 编码功能呢 包括SAT 还有以前我们介绍的 其他的这个几个工具里面 几乎都有这个SAT 这个编码相关的这个功能模块 也就是在这里 那么编码呢 这个在Bob Suite里面 编码它支持这么多种 这个编码的这个方式 比如说这个admin 这个这个一个字符块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 UIL编码 UIL编码呢 因为没有什么特殊字符 这里 加几个特殊字符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这个编码 编码呢 这个UIL编码 我刚才是这个我选成解码 这样呢 是一个这个对admin 后面这个字符 来进行一个编码 UIL编码的结果 然后你还可以对它进行 其他类型的编码 比如说HTML编码 那么编码成这样 那编码的作用呢 主要就是 在我们做注入攻击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的web application 会对输入的这个用户端 输入进来的这些数据 进行这个消毒处理 也就是过滤 过滤掉一些个 这个不该出现的字符 防止这种注入攻击的出现 那么进行多层 然后复杂的编码 这个是绕过这种过滤机制的 一个最常用的方法 所以这个掌握编码机制呢 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如果说 这有一串这个非常长的 这个奇奇怪怪的 比如说这么长 这个内容 我们把它贴到上面来 来对它进行一个解码的话 那么PropeSuite呢 提供一种叫做 Smart Decoder 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它会自动判断 说你这用了什么编码 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选Smart Decode 它自动就给解出来 原来的名文了 当然如果说你不这么选的话 你也可以这个 手动的去一个一个的去这么选择 Base64解一下 结果没解开 然后Ask解一下 又没解开 直到碰到了这个HTML 经常呢 这个我们在需要绕过一些个过滤的时候 尤其Circle注入或者是跨站脚本来进行这个注入 要绕过过滤的时候呢 都要进行很多的大量的这种编码处理的 好 这是编码 这里面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这个Compare Compare呢 其实跟我们刚才这个 我给大家在站点这里面 然后点右键选这个Compare SetMap 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Compare SetMap呢 这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向导 然后Compare这个界面呢 你可以把这个Low的一个之前保存的这个 这个State文件 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比较 因为这个文件可能比较大 所以它Compare 一直Compare 当然除了这个对State文件进行Compare 你也可以这个在比如说Repeater的时候 我这个 如果说这个提交 这个内容我提交一下 然后这是它返回的内容 我可以点邮件把它发送到这个Compare 然后呢 我再这个变换一个 这个提交的内容 然后再提交一下 然后这是它又个返回新的内容 当然现在这个返回内容还是比较少 但如果说是一个复杂页面 返回内容比较多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两次返回内容都发到这个Compare 然后呢 在这个 发到Sequencer 我发错了 我刚才发错了吧 我把它发到这个Compare 然后这个把上一次返回的内容也发到Compare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在这个 两次Compare之间来进行比较了 比如说可以按单词 或者按这个字节来进行比较 按单词吧 这样的话它就会把这个两方面 这个发生了变化 不一样的这些内容 这个删除的还是添加的还是修改的内容 通过高亮的形式给我们直接显示出来 白色的我们就知道就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所以这样可以快速的帮我们进行判断 你两次不同的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服务器的响应有什么差别 然后你可以勾选上这个勾 那么左边这边如果说这是一个很长的一面 左边这个向下滑动的时候 右边也会跟着向下滑动 你鼠标点击到左边这个相应的行的时候 右边也会这个出现相应的行 所以这样可以直观的进行比较 一方面可以用这种文本方式来进行比较 同时也可以用这种这个十六进制的方式来进行比较 好这是compare 然后这个extender 这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然后最后这个option option简单说几句吧 如果说我们要扫描的目标web application 是一个基于像是http身份认证 或者ntrm身份认证 这种身份认证方式的时候 我们需要就不是表单身份认证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平台身份认证方法 这里面来进行一个添加 比如说你要目标主题是什么 然后添加类型是基本身份认证 还是这个ntrmv2v1 还是摘要身份认证 这些身份认证方式它都是支持的 你只需要把相应的这些 把相应的这个账号密码添进去 然后扫描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利用了 然后当然多数swit呢 它也支持这个上游的这个代理服务器 就是我们只用高数swit 毕竟它还是有一个扫描功能的 你直接用这个扫描功能呢 去扫描这个目标站点的话呢 那么也有可能被发现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这添加一个这个代理 或者用我们这个goagent做代理也是ok的 身份认证类型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socks代理 那么你想用tour的话这个做代理也是ok 然后超时时间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主机名解析这个它的用途 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一旦超出scope之外的话 是不是进行这个接着进行请求 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些设置 关于http的一些设置 流的响应 这些基本上都不用去做修改 然后SSL这块 那么因为它这个goagent 自己自身是可以这个提供这种 这个4000名证书的 所以它支持的一些个加密算法 在这里面也给出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它支持的加密算法 其实还是蛮这个 蛮全面的 当然不是每一个支持算法都启用了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启用相应的加密算法 然后进行这个自动的SSL协商 如果说有些web application 它是需要客户端证书的 然后你才能够跟服务器进行这个正常通信的 就是不但要有服务器端证书 你客户端这头也需要有证书 比如说以前的一些个网银 那么那时候还用那些软证书 所以如果遇到那种web application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客户端证书 导入到birth suite里面来 通过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你不导进来的话 那么当你代理客户端 去向服务器端发起请求的时候 服务器给你要证书 你没有 那么这个SSL的加密的连接就建立不起来了 然后服务端证书 这个如果说这个你是做代理 然后目标站点是你自己的站点的话 那你不希望使用一些个伪造的这个 birth suite 它自己的这个伪造的证书的话 你有自己服务器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服务器证书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给它指定一下 然后关于session 这个我们不说了 这个因为多数session 默认情况下就是通过session来进行跟踪的 所以display这里面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是用户接口 这个就是用户界面 这个界面这个字体的大小 以及它的这个字体的一个look的感觉 look的feel 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字体太小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大一点13号字 然后这个但是它会在下一次重启之后来进行生效 然后关于字符集这块默认情况下呢 它是自动的去识别这个目标web server 它使用的字符集 这个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你知道目标站点使用的是UTF8的话 也可以手动去指定 然后最后一些杂项 这里有一些快捷方式 然后log 这个buildsuite 我可以把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些通信过程 能抓取下来的信息呢 来分模块的来进行一个log 或者是把所有的tools 所有的这些模块的内容都给它这个请求log下来 然后这个响应的内容也log下来 可以这个分类不同的类来进行这个log 或者你只想log这个proxy的这个log 也可以勾选之后 然后选择一个文件名这样的话 所有的代理收到的这些请求的访问 就都被保存下来了 下次你可以再把它load进来 然后临时文件位置 这没什么自动被分schedule task schedule task呢 我们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启动dropsuite之后 然后定期的 比如说我定期要对我的web站点进行一个扫描的话 你可以来进行一个添加 就是一个调度 扫描 这个fromURL 这个到时间 就去扫一下这个URL 然后指定URL地址 然后这个 下来我就不止了 这个 总之这些都很简单 大家看一眼呢 就知道它是什么用户了 好 alert呢 是关于我这个dropsuite它的一个运行情况 那么如果说 dropsuite 我们在这个alert 其实最有用的一个地方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关于这个代理listen有没有这个启动起来 有没有8080端口启动起来 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忙起来呢 你会启动多个这个扫描器 像同时也启动了zup zup它也一启动就可以真听8080端口 然后如果说你先启动的zup 它已经把8080端口给占用了 然后你再启动dropsuite 这个时候呢 就会导致dropsuite 8080端口真听失败 所以你可以在alert的时候看到 哦这个我是不是跟别的应用程序抢占这个8080端口 我可以修改一下变成别的这个端口 避免这种冲突的出现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extender里面我们添加的这些个 这个这个扩展的这些个功能模块的话呢 有些个扩展的功能模块 会在这个右侧继续来延展它的这个标签 然后像我添加安装了一个这个二氧化碳 和这个AES加密的这么一个 两个功能模块 那么像这些功能模块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使用 没有进行加密 这些功能模块呢 你也需要去看一下这个到底可用还是不可用 好那么到这里呢 基本上这个 我们应该说这个Bull Suite的所有的功能呢 我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 大概即使有个别的计较概覆的小参数 没有给大家特别详细的介绍呢 但是至少也是90%的 90%以上的这个功能以及使用方法 都给大家做了演示 每一个功能模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作为Web Web安全渗透测试者 必须要掌握的这么一个功能 好它的功能介绍呢就到这里了 才45分钟 还有一点时间 既然还有一点时间呢 那么我就把后面两个 这个 也是代理阶段类的工具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这两个工具呢 我就不给大家去详细的说了 因为这个阶段代理工具这块呢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掌握那么多种工具 这个有一个ZAP 然后还有这个Brofswet 这两个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其他的扫描类工具 可以作为我们这个 真实的工作场景中的一个辅助 那么其他类的这个阶段代理呢 我本来还要给大家想 详细介绍一下这个Web 这个Scrub 还有这个Pyros 这两款这个阶段代理工具 但是这个 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大篇幅 来讲这个ZAP和这个Brofswet了 所以这两个工具呢 我就不再详细的说了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使用方法 在Web程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Pyros 这个Pyros 其实说起来很这个 怎么讲呢 很难以言表的这么一种情绪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的 这个ZAP 介绍的ZAP ZAP它也是功能很完善的 这么一个阶段代理 加上扫描器功能都很强的 这么一个工具 然后包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Brofswet 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 web漏洞挖掘工具 那么其实这两款工具呢 都是对这个Pyros 这个扫描器的一个复刻的一个版本 就是最早其实是有Pyros的 那么Pyros它开辟了这个 web阶段代理这样一个思路 然后基于它的这个思路 后来有更多的人开发出了更好的 这个阶段代理的工具 就比如Pyros 比如这个BurpsWet 和这个ZAP 这些工具 但是最初他们都是来模仿Pyros的 那么但是现在呢 这个Pyros 其实它的功能 已经非常的简陋了 可以说不是简单了 已经是非常简陋 它的功能呢 只有这么有限的几个 那么它也是可以用这个 用作这个阶段代理 然后它也有这个编码解码 这些个功能 然后它的这个首先上来呢 然后我们可以这个check一下update 看有没有更新 当然其实已经挺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然后这个option option里面呢 可以设置这个外部代理 还有本地真听的代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真听8080端块的 然后以及它的身份认证方法 你可以在这儿填它的用户名和密码 等等这些主机 然后用户名 密码 这是用来做这个http身份认证 和ntlm身份认证的时候 我们需要配置的像 然后它也会有这么一个证书的问题 然后 view啊 trap啊 这个spider啊 就是爬网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爬多深啊 然后用几个线程啊等等 扫描的时候用这个多少个动发啊 多少线程等等 这样一些简单的配置 配置好之后 然后我们也需要用这个web代理浏览器 用外部浏览器 然后这个配置好这个代理端口 然后 因为都是8080呢 所以我这个浏览器之前已经配置好 所以我刚访问到一个页面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访问清除过程记录下来 你的这个登录请求过程呢 也同样会被记录下来 那么请求下来的这个request的过程 和这个response过程呢 也都会被记录下来 那么这些跟我们在purposeate里面看到的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你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对这个站点来进行一个spider 然后这个spider完了之后呢 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 散发不等它结束了 spider完了之后呢 然后来对它进行一个这个扫描 然后具体它的这个扫描策略呢 现在已经在扫描了 所以这个不能进行修改 扫描策略其实它的这个 扫描策略呢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zup非常相似 其实zup是模仿它的 我们停下来吧 这个不扫描完成了 这个扫描策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跟zup里头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这么样一些个分类 然后客户端浏览器的啊 这个图线安全的啊 注入的啊 分成这么几大类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版本 已经好多年都不更新了 这个 反倒是它的这个复刻的版本 模仿它的这个版本 现在都已经发展得很好 好 虽然就是一个有点这个悲伤的这么一个程序 然后 下一个要给大家看呢 是这个webscrub 它和这个paros呢 也类似 这个同样是java开发的这么一个 阶段代理 也是可以做扫描 可以做这个爬网 等等这样一些个操作 然后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proxy 它的真听端口呢 是在这个默认情况下 是8008 那么 把浏览器贴置好之后呢 所有的访问请求也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那么我就不在这里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它的这个使用方法了 手动请求啊 爬网啊 呃 等等这个 XSS的这个入洞发现啊 Session ID的分析啊 就跟我们刚才用这个 PropeSuite做这个sequencer 是类似的 这么样一个功能 然后它也支持一些个脚本 然后 father 比较 这些都是跟这个PropeSuite非常相似的 然后搜索啊 呃 找到一些个关键字啊 等等的 就是open ID 然后 identity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类型的这个工具 所以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下去去这个尝试使用一下吧 呃 这些工具大家可以用的不熟 用的这个 不那么熟练 但是这个PropeSuite 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熟练的去使用它 因为它的功能特别完善吧 各种呃 场景 各种普达的这个其他的场景 它都可以兼容 来使用这个PropeSuite 包括那些不支持代理的这种 胖客户端程序 嗯 嗯 好 那么到这里呢 这个 我们 这一章里面 关于这个 呃 这个扫描器 这块的CALI里面集成的这些扫描器工具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呃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下周 下一次课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 进入这个手动漏洞挖掘 以及常见的Web漏洞的 这个 呃 各种 这个漏洞的类型的介绍 以及这个手动漏洞挖掘的这个方法的介绍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